中年轉月的時候 你要注意到哪些事情 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到了老師這個年期 你就開始碰到有一種 孤級的感覺 什麼叫孤級的感覺 不曉得大家有沒有聽過 中年孤兒 中年孤兒 是比幼年孤兒還要可憐的 幼年孤兒會有社會福利之路來照顧你 中年孤兒就是 如果你現在工作很糟糕 工作很不如意 你追求了夢想 追求到四歲之後 發現了 算了吧 你可以放棄你的夢想 你要認真的去面對社會的時候 你的父母已經沒有辦法給你資源了 然後你到了一個年期之後 社會上不容許你犯錯 中年孤兒更可憐 幼年孤兒有他煩得哀笑 然後還有社會會照顧他 中年的孤兒 我們下面有小孩 上面有父母 沒有人可以照顧你 然後社會不容許你犯錯 大家會說 蛤 你都已經這個年季了 這個你還不知道嗎 身體沒有辦法再操勞了 你的幹線不新鮮了 腎已經不太新了 快要腎水管的功能 整個狀況都是不對的 但是你卻覺得 你要想要為你的下半場努力 或許你在年輕的時候 自己因為不了解自己 自己因為任性 自己因為沒有選對路途 自己因為運勢的關係 你走了人生的前三十年 你希望你接下來有所改變 這個時候啊 我們就開始要去面對說 如果我中年要轉業 所以呢 我們進來談談啊 中年要轉業要怎麼辦 這個其實也是 老師說的那個 有人來問感情啊 中年要改嫁 把第二個路途就是 所謂的 你怕嫁錯人 難怕入所行 如果你搞錯了 然後你或者是 你的產業呢 不流行了 你希望有轉化 疫情的關係呢 現實的情況啊 這半年來 應該會有很多很多的產業 會出現問題 本來在中國工作的人 他必須回來台灣 重新面對 重新上工作 這個時候呢 我們都需要去注意到 中年轉業的時候 你要注意到哪些事情 第一件事情呢 第一件事情啊 既然你是中年了 那你又要轉業 那就要有幾個選擇 一個呢 是啊 當你都已經到中年的時候啊 你適合做的事情 大概比較難去選擇 一些需要體力的 然後需要年輕人去肯拼的 因為你還要顧及到你的家庭 通常我們都會建議人家說啊 你去想想看你的人生前三十年 前三十年 不管你做得怎麼樣 你一定有累積下的人生 一定有累積下 你自己一些 值得驕傲的地方 譬如說之前 老是有個客人 當工程師 然後後來工廠收掉的 然後狀況不好的 可是他很喜歡做模型 我就建議他說 那你可以上網 教人家做模型啊 所以每一個人 在他自己認真過往中間 絕對不可能完全的 沒有留下任何的 值得他自己覺得好的地方 一定會有 認真的去尋找自己適合什麼 然後開始我們條路走 那第二個情況是什麼呢 當然還是有人 他真的覺得他實在找不到 他實在是找不到 有適合的工作 跟適合的發展 該怎麼辦呢 認真的去學一個專長 我們可以依照你在這個時間點 大限 跟本命 你的官路工跟財博工 去看看適合學什麼樣的專長 花個半年一年的時間 學個專長 如果在台灣啊 基本上你有一個小小的專長 然後好好做一個事情呢 因為這樣通常都不會有二道啦 但是你要花一點時間 去做這樣的決定 怎麼去分析 要哪一方面的專長 一個是自己喜歡的 另外一個呢 是看你的官路工跟財博工 那我個人會比較接近是財博工 因為你過了中年之後啊 錢真的很重要 所以那個官路工上面 對於工作態度的夢想堅持啊 稍微可以放下一點點 仔細看你的財博工 適合做什麼 第三個 今年啊 今年 所以今年啊 是一個很適合創業的年 中年轉業有沒有可能是創業 可以 怎麼看 適合創業 你的大限 大限的 命工 命工 官路工 財博工 福德工 這幾個工位呢 如果有帶到話券 原則上呢 也可以 也可以往創業的路線去走 至於說創業做哪一方面的事情呢 一樣的 看看你的財博工是什麼 然後來去決定 它是哪一方面的事情會比較適合的 所以 這個時候可以認真地想一下 做點小生意在台灣 其實是可以 有還不錯的收入的 所以創業也是一條路 當然 既然要創業就要考慮說 從財博工去找創業路線 再來呢 要去注意到說 你要做的事情跟生意呢 是不是需要用到很多人 如果要用到很多人 那普遇工不能出現殺機 那跟人家合夥 連線也不能用殺機 這些東西是要注意到的 那如果OK 那可以選擇一下創業 為自己啊 人生相反常 選一條自己 可以為自己努力的路 第四個呢 是什麼呢 第四個 大家很想要問的 時機 什麼樣的時機適合 如果你要充嚴 當然要選任何花拳嘛 那其他的 如果你要 要換工作 就我覺得我現在的工作呢 實在在做下選沒有意思了 那我要 我要換工作 那第一個選擇呢 第一個選擇啊 當然是看流年 流年喔 流年啊 你的命功 官入功 這兩個功位呢 如果啊 有碰到四馬地 四馬地拿四個呢 邊邊角角這四個 有碰到四馬地 而且 而且 有帶到四化 四化什麼 入拳科琴 或者呢 或者呢 有帶到青陽 火星 零星 都可以 都是很適合的時間 還有呢 除了四馬地之外呢 還可以碰到啊 日月對拱的 太陽跟太陽對拱 太陽跟太陽呢 會在這兩個位置對拱 還有呢 積涼對拱的 天氣跟天涼對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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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兩個位置對拱 胃跟蟲 這兩個位置對拱 碰到這樣子狀況的 基本上啊 今年流年啊 是一個 你可以轉換跑道的 一個好的時間點 那當然 如果是碰到四化的 不管是入拳科琴 應該都還不錯 那 碰到季的 也許辛苦一點 也許辛苦一點 可是他會給你很大的動力 做這個事情 那如果說你 覺得 老師我實在是 待 我在我的公司已經待不下去了 我真的很想走 那我什麼時間可以走得掉呢 去找留月 留月 有這樣子條件的 那你可以在那個月 去離開 那個月去離開 那這中間有一個小小的技巧 什麼叫小小的技巧呢 就是啊 如果你的留月八月適合要離開 那你可不可以在八月離開 再去找工作 千萬不要 你要在八月之前就要開始找工作了 那怎麼樣會好的工作呢 要看命工跟官路工 能夠有帶道路 帶道科跟帶道圈的 那他工作的狀況比較好 那同樣的 如果你是留年有這樣的狀況 那你是應該在前一年 你就要開始預備了 前一年你就要開始預備了 不可以在當年才去做這個事情 那這樣風險性就會比較高一點 風險性會比較高一點 那如果要創業的人呢 就可以考慮啊 在這樣子的時間點離開 但是呢 在後面呢 碰到路、全 在官路工、財博工、命工、福德工 比較好的這種位置出現的時候呢 去進行創業 我們在學命理的時候啊 就是這樣子 當我開始要進入40歲 我開始覺得我的人生呢 不知道該 是不是該 朝我既定路走下去 或是我覺得 我對當下不滿意的時候呢 坦白說 我們不像年輕人 有那麼多條件 可以去揮霍 我們有那麼多的青春 肉體 跟精神 可以去 不在乎 可能那一點很多 那當然 我們也相對 年輕人 有更多更多成熟的想法 跟更多更多 能夠懂得 比較好的思慮 能夠冷靜的去 為我們人生下班長 去做一些分析的努力 那 開始有這樣的想法的時候啊 利用指揮總數呢 可以幫我們做一些 有客觀的分析 幫我們發揮時間點 然後為我們人生下班長 找一個更好更新的開始